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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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4 4 4 補道翻車噴出男女童 兩車撞成廢鐵 右方白車小超車下一秒 男童被拋出車外掉在中線 一臨驚嚇 事故發生僅短短7秒鐘 幸好後方沒車追撞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國道上路每寄安全帶就像自殺行為 造勢的39歲李姓男子前天下午2點 載著小四男童和小二女童 緊經中山高南下現營路段時 在中線變換車道不當 撞到前面營車 和營車撞到外車道有貫車 兩字小刻翻滾好幾圈 營車被撞得稀巴爛 駕駛有寄安全帶 僅鼻子撞到流血 擺車前後座的男女孩被拋出車外 索性一大兩小僅輕傷 三車駕駛都沒有酒駕 噴桶影片PO網後有聞友說 是警車追車導致車禍 警方回應市場誤會 警車並沒有在追車 因為他們是解送人犯的途中 遇到僵事物而下車排除 詳細造勢原因忍帶離棄 國道危機安全帶最多罰六千 若因心存僥倖派孩子上命 可不是罰錢就獨一步 地方中心還能報到